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今天批准了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保释申请 下午李明博在被捕了349天之后获释回家 成为了韩国首位成功保释的前总统 法院提出的保释条件包括了缴纳10亿韩元 约合600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仅限其在一处私人住宅内活动 限制就医等一切外出 除配偶直系亲属及律师之外 不可与他人会面或联系